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事情确实对我产生的影响 现在你这一系列的天天打电话弄的 你是你给别人产生的影响 明白吗 你这个视频发出去 这个影响很恶劣 明白吗 影响到你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 你给我显示一下 影响到哪些了好吗 影响到了一些人 明白吗 你发其他的视频 我们可以不管 但你发这种视频 我们就在管 你们是谁 你不管我们是谁 我现在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 你这个视频必须下掉 好吧 而且我们可以追根溯源 你发这个视频 你人在哪 都在哪个地方 家里有多少人 我们都清楚 好吧 我话讲了 这个地步 你应该能明白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已经是最后通牒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拿着电影的手机录音 你说的所有的话 我确定的是一点 我不违法 你可以随便录音 你可以随便录音 你就那么猖狂吗 我没有猖狂 我现在是在告诉你 你这个事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如果你是一个记者 那没问题 有你的上级领导就管你 但你不是 你是一个自由 是一个个体 你发这些视频 没有经过任何部门的审核 明白吗 抖音平台他会审核 如果说违背他会不让上去的 你明白了吧 这个你明白吗 抖音平台 抖音平台假设他能审核的话 他审核的也是其他的事情 但对于这种特别敏感的话题 你不能发 你不是记者 你得